朋友们好 很高兴又见面 在这一档视频中 我们讨论一下元旦的历史缘由 也就是元旦是怎么来的 或者说是怎么制定的 我们还要讨论一下元旦和春节之争 也就是元旦春节之间的矛盾 这个反映出我们现在华夏的历法乱象 每年一到年底 大家就要准备开始过元旦 我们华夏和世界其他国家不太一样 就是对元旦比较淡化 在其他的国家 过元旦比较热闹 放烟火 搞得轰轰烈烈 还要搞聚会 但是华夏比较淡化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春节 这就反映出元旦和春节 他们之间有着矛盾 也反映出我们华夏的一个历法乱象 其实在我们华夏的历史上 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皇帝或者是皇家过年 而百姓过什么呢 百姓呢 过岁 就是皇帝过年 百姓一般不过年 要过岁 我们呢 在这里解释一下 为什么是这样 那么先说一下 元旦是什么呢 元旦呢 就是一个国家立法 或者是说 行政日历的第一天 就叫做元旦 为什么叫元旦呢 这个呢 和古罗马这个过太阳节 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关心这个古罗马太阳节 请看相关我们的视频 那么元旦一过呢 就是新年开始 在历史上的通称就是过年 过元旦呢 就是过年 所以元旦是什么呢 元旦呢 就是政府规定的一个日子 在过去啊 元旦呢 是皇帝登基的日子 所以呢 是皇帝的节日 皇家的节日 简单的说 元旦就是皇帝的年 百姓过不过呢 百姓不过 其实啊 在过去 百姓也没有资格过元旦 这一点呢 我们可以注意到 在华夏的文学作品中 很少有描述 百姓怎么过年 或过元旦的 现在啊 在我们华夏 具体的说呢 就是中国 老百姓呢 对过元旦的兴趣不大 从历史上讲呢 这个也对 历史上 老百姓对元旦呢 都是一直很淡化 奇怪的是呢 现在的政府 对于元旦 也就是自己 自己 自定的这么个元旦日期 也是没有兴趣 也是很淡化 过去呢 还有个元旦社论 现在呢 基本上就是平平淡淡的 让它过去 当然偶尔呢 还要搞个音乐会 但也仅仅如此而已 前面呢 我们说过 元旦是一个政府制定的日期 比较随机 可以说呢 哪一天都可以 是元旦 只要政府喜欢 在过去呢 基本上呢 是把我们皇帝登基的那一天 就当上皇帝那一天 太阳升起 那就叫做元旦 我们来看看地球啊 地球的这个公转呢 绕地球 转一圈呢 是365天 这个旋转呢 地球绕太阳转 是周而复时 周而复时 没有起点 也没有第一天 一直就在这么转 一年365天 没有第一天 也没有最后一天 很难确定 从另一个角度 也可以说呢 哪一天都可以是第一天 哪一天都可以是 一年的最后一天 为了行政管理的方便啊 就是自从人类开始了文明 从人类文明的早期 就是为了社会管理 为了方便 就要规定一年的开始 那么一年的开始 这一天呢 各个国家 基本都用一个词汇 就是元旦 就是这一天 太阳升起 第一天 在现在的华夏呀 具体的说呢 就是中国 有两个新年 也就是说呢 有两个元旦 政府呢 把春节叫做过年 在过去啊 叫元旦呢 才叫过年 现在政府把春节 叫做过年 放假呢 三到五天 其实啊 春节的日期 现代春节的日期呢 是清朝时期的元旦 也就是清朝皇历 过的元旦 现在呢 我们把它叫做春节 其实呢 就是间接的承认了 现代政府呢 间接的承认 这个旧历啊 也是一部正统的立法 因为我们过年 放假三四五天 是个正统的立法 而政府自己确认 现在政府自己确认的功利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阳历的元旦 却只放假一天 而且呢 而且非常的平淡 把功利的元旦呢 不叫做过年 但是呢 却涨一岁 这就是现在我们面临的 所谓的立法乱象 这种啊 在华夏 也就是现代的中国 非常奇特的元旦和春节之争 或者是元旦 元旦之争 它的来源呢 是民国开始的 具体的呢 说呢 是袁世凯 想当皇帝 造成的这种立法的乱象 而真正的元旦呢 很无奈 很孤独 也没有办法 接下来我们简单讲一下 元旦的历史原由 为什么阳历的1月1号 或者是功利的1月1号 我们称为元旦 实际上呢 是现在的立法 也就是阳历 功利呢 是采用西方的格里历 又叫做呢 格里高历 它是一本在罗马凯撒大帝时期 制定的立法 从2000多年前 凯撒大帝制定这部立法之后呢 基本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在古代啊 古罗马的习俗呢 和我们华夏的习俗 一样 也是冬至大余年 关于为什么冬至大余年 请看我们相关的视频 因为啊 冬至以后 白天呢 越来越长 古代文明啊 都认为这是好造型 因为是阳气上升 所以古罗马帝国也把冬至定在12月25号定为太阳节 这一天定为太阳节 定为呢 是一年的起点 冬至太阳节呢 后来就变成为我们现代的圣诞节 把它呢 定为是基书的生日 其实不是耶稣的生日 关于这一点呢 我们有相关的视频 请观看 太阳节后 也就是冬至以后 罗马人呢 就要开始工作了 罗马议会的议员 要从罗马广大的疆土 四面八方 骑马到罗马 大概行程呢 大概是五六天左右 所以呢 因为议会啊 是罗马当时的最高的立法机构 凯撒大帝就规定 议会上班的第一天 为一月一号 一般呢 就是冬至以后的一周 也就是罗马议会上班的第一天 是一月一号 而这一天呢 我们现在定为是我们功利的元旦 后来啊 罗马帝国呢 把基督教定为国教 也就是罗马天主教 但是仍然沿用格里利 也就凯撒大帝的格里利 仍然是罗马帝国的立法 只是呢 把耶稣出生那一年 定为天主教元年 也就是格里利的第一年 现在呢 我们都说是2021年 也就是2021年 实际上呢 它是天主教的第2021年 也就是耶稣出生 2021年 所以啊 不管怎么说 只要我们啊 仍然用格里利为功利 也就是政府颁布的日历 用的是格里利 我们呢 就是在纪念 用耶稣的生日 或者耶稣的年为纪念 回到说华夏呢 华夏文明 当然也认为冬至是一年的开始 这一点呢 可以看到呢 是每年最隆重的祭天活动 就是在冬至这一天 你可以比较一下 天坛的规模是巨大的 在过去啊 比这个地坛月坛都没法跟天坛相比 因为冬至这一天 就要在天坛祭天 它的规模最大 这一习说啊 一直延续到清朝 最后一次在天坛祭天呢 是袁世凯要称帝 他就到了天坛祭天 以表示 我就跟皇帝一样 是天子 因为在华夏的文化呀 这个皇帝是天子 那是最大的 是从上帝上天派下来的 因此啊 自定立法 也是一个天大的事情 因为皇帝是天子 是天上派来的 所以皇帝才能对于出太阳啊 下雨啊 刮风啊 这个事情 皇帝才能知道 所以立法日历 是天大的事情 是皇帝的特权 在过去啊 看天象 下不下雨 计算日期 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呢 就是宣告节气 什么时候开始种地 什么时候开始收割 这一年呢 都在皇帝每年颁布的日历 历法中列得很清楚 所以呢 这些都是皇家 皇帝才知道的秘密 老百姓不能随便动 是天子的大事 所以啊 在历朝历代 对于一个皇帝 或一个皇朝最大的事情啊 就是 制定立法 制定日历 所以呢 改朝换代呢 最大的事情呢 也是 要重新立法 改纪元 所以从一个朝代到另一个朝代 具体说呢 从一个皇帝到另一个皇帝 都要重新立法 改纪元 表示新的皇帝要开始替天行道 所以每朝每代 无论大小宫廷 大小朝廷 都要有 你看看华夏历史 都有自己的年号 也都有自己的元旦 这非常重要 表示皇帝开始替天行道 所以啊 我们看古装剧 看看过去的历史 皇帝登记 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颁布新的年号 选新的名字 也就是 新年号 新的元旦 开始新纪元 从秦始皇 到清朝 华夏历史啊 都一概如此 目的是让普天下 按照新皇帝的日子 或者是新皇帝 制定的日历 来过日子 过去的日历不算了 都是旧历了 那么新皇帝颁布的日历 才是新的日历 替天行道 虽然在华夏各朝各代的元旦 日期呢 都在变化 每换一个皇帝 元旦的日期呢 就可能发生变化 但是冬至不能变 冬至的日期呢 是固定的 所以啊 华夏的文化呢 也与罗马帝国 当时的文化呢 非常类似 也多用冬至 作为新的一年的开始 如果不是元旦的话呢 那么元旦也多用冬至来效对 效准 因为冬至这一天呢 有个优点就是最容易观察 因为它这一天最短 所以呢 在古时候最容易观察 古时候没有天文 天象观察的设备啊 很简陋 所以但是冬至很容易观察 很容易确定 它白天最长 夜间最短 那刚才有点嘴误啊 冬至呢 应该是白天最短 夜间最长 在古时候啊 大家认为呢 就是人们都认为 地球啊 才是宇宙宇宙的中心 那么就是认为这个 月亮还有太阳 都是绕着地球转 冬至以后呢 白天的越来越长 就象征着阳气上升 太阳出来了 在西方呢 冬至被定为是太阳节 西方的文化 从罗马到希腊 包括在古埃及 都定冬至为太阳节 以后呢 这个耶稣象征了太阳 所以又变成了圣诞节 在东方啊 虽然没有明确的说 是太阳节 但也基本类似 冬至这一天 要祭天 是最隆隆的祭天 是在冬至 所以呢 有这一说法 叫做冬至 大于年 冬至啊 作为一年的起点 有几个优点 其中一个呢 就是冬至发生在深秋 或者是冬天 在冬天呢 尤其是在古时候 农业文明 冬天没有事情做 但是却有时间 搞庆祝活动 所以啊 冬至的活动 或者是冬节的活动 越搞越复杂 越搞 时间越长 这也是 这个说法 冬至大于年 这一说法的来源 皇帝呢 也在冬至这一天 祭天 以祈求呢 庇护国泰民安 所以啊 冬至这一天好啊 可以象征于一年 新的一年开始 白天越来越长 太阳日照时间 越来越长 皇帝还祭天 皇帝也高兴 所以老百姓 也喜欢这个日子 还有呢 冬至是一个自然现象 这点很重要 因为它不是皇帝 皇家皇宫的祭祀 就是皇帝皇宫啊 人家这个 有喜事 有伤势 这种日期啊 或者是纪念祖宗 都是皇帝皇家 自己的事情 老百姓呢 不能随便动 但冬至这一天呢 不一样了 是一个自然天象 所以民间的老百姓 也可以在这一天 祭祀 自己的 祭祀 祭祖 所以呢 冬节的一个 重要特点 在过去 在古时候 就是呢 祭祖 祭祀 很多现在我们过春节的传统啊 基本上都是和 过去的冬节 拿过来的 从冬节 拿过来的 包括呀 赵王爷啊 包括吃饭前 要祭祀祭祖 这些呢 都和以前的冬节 非常类似 或者基本就是一样 有记载啊 从华夏的汉朝开始 一直到清朝 冬至这一天 在过去啊 是唯一的一个法定的放假节日 当时啊 主要是农耕文化 所谓的放假呢 就是朝廷放假 所以这一天呢 是唯一的朝廷放假 官僚们都可以回家 过冬节 在有的朝代呀 这个朝廷放假 时间呢 要好几天 好几日 所以呢 大批官员放假 回家返乡 倾家团聚 大搞宴席 这样的话呢 所以就把冬至冬节 这个节日气氛 搞得越来越浓厚 非常有喜庆的气象 在华夏古时候啊 有一种说法 叫做肥冬寿年 肥冬呢 就是因为冬至 或者是冬节 朝廷放假 官员都回家 过节 吃得胖胖的 所以有肥冬 寿年呢 是指的是过年 也就是过元旦 官员们 官员们呢 都要上朝 上早朝 起得很早 要给皇帝拜年 过年嘛 皇家的年嘛 所以呢 就有寿年的说法 所以过年呢 在过去呢 是上班 这点呢 与古罗马帝国一样 华夏朝廷呢 也是从元旦一开始 就要工作 元旦不放假 而且上早朝 这就有肥冬 冬节养得胖胖的 寿年 非冬寿年的说法 其实啊 从冬节之后啊 这个朝廷 或者是皇帝 就一直比较忙 因为元旦呢 是个大日子 为什么呢 元旦这一天 皇帝要替天行道 替天行道具体的做法呢 就是要颁布 新的一年的年历 新的一年的日历 也叫皇帝的日历 皇历 这新年呢 颁发年历 在元旦这一天 要颁发给百官各部 各个部门 然后呢 再给地方官署 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这个新的一年的年历呢 要标明各个重要的日期 对于地方来讲呢 非常重要的就是指导农业 什么时候开始耕种 什么时候开始收割 这些事情 这个规矩啊 一直沿袭到清朝的末期 实际上现在呢 我们也注意到 也用这个习惯 各个中央啊 部门都要告诉 什么时候放假 什么时候修改日历 所以这个习惯呢 一直到现在 都是这样子 以千年的历史 在宫里的元旦 也就是皇帝 皇帝颁幕日历的第一天 我们可以看一下 大多数时候呢 都是在冬至的前 冬至的前后 就元旦呢 大多都是在冬至的前后 比如说这个周朝 那是很早的皇帝了 冬至后的第一个新月 定为初一和元旦 秦始皇 把周朝给推翻了 所以他要跟周朝不太一样 所以他的秦朝的 初一和元旦呢 是在冬至前的 一个新月 为初一和元旦 到了汉朝 汉朝要把秦始皇推翻了 那么就要跟秦朝不一样 所以汉朝呢 就尤其是汉武帝 就采用了和周朝一样的 这个立法 大致相同的立法 把初一和元旦 定在冬至后的第一个新月 为初一和元旦 这可以可以很容易理解 皇帝登基 新皇帝 新太阳出来 新纪元 当然呢 就要有新的立法 新的元旦 在这种情况下 这种情况下呢 元旦呢 可以想象是可以在任何的日期 对于皇帝 对于皇帝皇朝 倒没有什么 因为有人管这个事情 所以一年呢 就可以有几个 很多情况下 如果皇帝在位的时间短 比如说只有几个月 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么一年就会有几个 一个到两个 有时候甚至三个元旦 对老百姓非常不方便 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皇帝自己 随时就改元旦 自己登基的时候 是一个元旦 当着皇帝 觉得日子不好过了 或者是觉得日子好过了 他又想改立法 又设立新的纪元 这个呢 做得非常过分的呢 就是唐朝的皇帝改元呢 在同一个皇帝 改元改立最多 其中啊 就以华夏历史上 第一个 当然也许是唯一的一个 女皇帝 武哲天 她是最乱 她要看看天象 不喜欢 就要改年号 她的目的呢 就是想用新的元旦 新的新的元旦 新的纪元 来祈求好运 在武哲天 做皇帝的时候 七月 九月 十一月 乃至十二月 都被定过 元旦 都被定过 元月 元旦 因此啊 在古时候啊 古代华夏 这个一年 有两个皇帝登基 就会有两个元旦 像武哲天 这个例子呢 就是只要自己不高兴 就随时改元旦 这样就使得 老百姓啊 很乱 很糊涂 当然了 皇家无所谓 皇家有自己的人管 有自己一个立法部门管 这个事情 但老百姓就很忙碗 因此在古代华夏 就有这么一个现象 那就是老百姓 不敢随便过年 或者是过元旦 因为这个日期 尤其是古时候 纸张啊 很贫乏 都 大家都是靠着口头 传日子 所以日子如果过得不对 那是要杀头的 因此在古代华夏 老百姓 不是随便过年 过元旦的 当然了 从皇家皇帝的角格来讲 老百姓也是没有资格 过年 过元旦 元旦和年 那是皇宫 皇帝的节日 官员呢 在过元旦呢 是要上朝 是要祝贺 皇帝 所以老百姓 没有资格过年 在古代的时候 这也是在文学作品中 很少有描述 过元旦 过年的情况 有描述的 也大多都是 皇帝官员 在过年 过元旦的时候 要上找朝 接下来啊 我们说一下 年和税的关系 在华夏呀 古代的习俗呢 是皇帝过年 百姓过税 就是皇帝啊 才能过年 老百姓呢 是过税 那为什么是这样呢 前面我们分析过 过年呢 也就是过元旦 那是皇帝 皇家的事情 和老百姓没关系 大多没关系啊 那么老百姓呢 只是过税 因为啊 年呢 是皇家的自定的 所以 过去的习俗呢 是 过年 不涨税 为什么是这样呢 我们说过 老百姓呢 不过年 即便现在啊 如果大家仔细观察一下 就可以发现 现在的习俗 现在在中国的习俗 虽然过春节 叫做过年 但是 但是 立春 才是 长一岁 我们有相关视频 分析一下 解释一下 为什么立春 才是长一岁 这里呢 只是说 现在呢 仍然保持这个民俗 就是春节 是过年 我们知道春节啊 在 清朝呢 是清朝的元旦 老百姓是不能随便过的 只不过是 袁世凯 把清朝的元旦 改成春节 所以我们现在过春节 过年 但实际上 涨税 时常啊 就会有人告诉你 要等到立春 才叫涨一岁 可以观察 可以观看我们相关的视频 在过去啊 过年 过元旦呢 都是政治节日 是皇帝的特权 所以古话呢 就说 皇帝过年 百姓 过税 现在啊 也就是现代中国 年和税呢 通用 但在古时候 是有严格区别的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读古文的时候啊 常常被混淆了 一会儿是年 一会儿是税 这是因为在古时候 年和税 是有严格区别的 年 我们知道就是元旦 是皇帝规定的节日 元旦节 那是皇帝专用的 而税呢 是指大家 长一岁 又多活了一年 多过了一年 这个税呢 是365天 是很严格的 从冬至到冬至 为什么 为什么是皇帝过年 百姓呢 过税 这很重要 除了是年呢 也就是元旦 是皇帝专用 这个年啊 有时候啊 要过好几个 如果在这个 王朝皇帝 这个更换比较频繁 一年换两三个 那如果年也是税的话呢 那一年就会涨好多税了 所以年和税 在古时候 是不通用的 是有严格区别的 在古代华夏的习惯呢 是用冬至为税守 也就是用冬至为税守 现在啊 因为税年不分 也可以说是年守 但古时候呢 税 税就是过365天 冬至为税守 这个习惯啊 到了元朝 被改到了历春 把历春这一天 作为税守 我们有相关视频 讨论这个问题 请观看那段视频 冬至为税守 那就是说 过了冬至 就要涨一岁 所以呢 冬至 除了当 除了在古时候 叫冬节 也叫岁节 既然是掌一岁 也就是过生日 自然呢 就要放适的 庆祝一番 所以在 古时候啊 冬至这个 冬节 岁节 大于年 皇帝又 又给 百官放假 所以在 各个场合 各个 各地啊 那是 很隆重的 华夏文化 一直把 冬至 作为税守 这个习俗呢 到了元朝呢 就停了下来了 现在呢 我们 尤其是在老百姓呢 一直 还保持这个习惯 认为历春呢 是第一个节气 是税守 过了历春 就要涨一岁 还有很多人 都认为 历春之后 才能涨一岁 我们有相关的视频 来讨论 这个问题 这里要说呢 就是元朝 为什么 要改税守 把税守改到 从冬至这个节气 改到历春 这个一直 还没有定论 也许呀 元朝呢 蒙古人 来自于蒙古 天气比较冷 尤其 所以蒙古人 喜欢春天 所以把历春 作为第一个节气 这一点呢 可以理解 还有一种可能呢 就是元朝啊 江土辽阔 远到欧洲 在欧洲啊 都是把冬至 那一天呢 改成了圣诞节 所以元朝呢 可能是刻意的 要与圣诞节分开 这样就把历春 变成了第一个节气 叫做税守 过了历春 老百姓就是要长一岁 前面我们说过 元旦呢 这个节日 在文学作品中啊 在古代华夏文学作品中 几乎没有什么描述 这是因为普通百姓 不过年 也不过元旦 元旦呢 也没有什么喜庆 比较枯燥 就是各部官员上找朝 皇帝颁布新的日历 或者是皇历 这样就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呢 对于过年过元旦的描述 少而又 中国的或者是华夏文化中 著名的文学作品 自然就是三国演义 水浒 金平梅等等 都没有描述 民间过年 过元旦 都没有描述 老百姓过年过元旦 但都描述了冬节 和冬字 过节 或者是 记住思乡的情节 尤其是对于 元宵节的描述 那是详细 又热闹 我们有相关的视频 讨论为什么元宵节那么热闹 请观看 关于元旦 还有这个过年的描述 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啊 唯一的例外呢 大概就属于红楼梦 其中啊 有两大张回 讲初一元旦过节 而且呢 是重重的手笔 非常隆重 豪华 来描述 这个初一 和元旦过年 这可以理解 因为 红楼梦呢 讲的是 皇家贵族的事情 自然呢 初一元旦过年 对他们 非常的重要 红楼梦啊 特意的描述呢 是元旦 贺朝 贺兆朝的情况 这呢 可能呢 是影射 或者是暗示 很多人认为 是影射暗示 作者的皇家身份 隆重描述 在红楼梦中 过年 过元旦 过初一 可能是暗示啊 作者的皇家身份 金平梅也有一处 描写初一和元旦 这很难得呀 终于在金平梅 发现了一处 描写初一和 元旦 大概呢 就是在正月初一 西门庆作为政府官员呢 来到官府 穿上红 穿上官衣 给官 官府的官员 贺年 仅此而已 没有过多的描述 也没有描述 百姓的节日气氛 反倒是 在金平梅呢 却有描述 冬节 睡节 冬至 祭祖的情节 还描述了那个元宵节 欢庆的情节 这呢 在金平梅都有描述 最后我们再讨论一下元旦和春节之争 这个呢 也是现在华夏 也就是中国吧 在历法 也就是日历 上面这个乱象 重点呢 就体现在这个元旦和春节之争 或者呢 可以叫元旦和元旦之争 实际上我们现在有两个元旦 一个是公立的元旦 一个是阴历 或者叫农历的元旦 当然农历的元旦呢 实际上就是清朝的元旦 只不过到了袁世凯的时期 把它称为春节 这样才有了现在的这个元旦和春节之争 我们知道华夏最后一次改元旦呢 是在中华民国 也就是中国这个称谓的来源呢 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建国的时候呢 就把格里利的1月1日 称为自己建国的第一天 也就1月1号成了元旦 其实呢 在辛亥革命刚刚成功的时候呢 曾经也用了一段 所谓的民间的老黄历 当时的态度就是用什么日历都行 就是不能用清朝的日历 也就是现在的农历 不能用清朝的老黄历 都用 都用过去的任何时间 民间的都可以 所以找了一段这个老黄历 上下可以延年五千到一万年 历史悠久 用了几天 觉得不好用 在这个民间的老黄历啊 他是以皇帝登基日为华夏开始 这个登基日呢 也不准啊 就说是相当于现在的三云三号为元旦 如果我们一直采用这个老黄历的话 那么现在的三月三号呢 就应该是一月一号 也就是元旦 用了一段时间 发现不准 也很荒唐 就改用了格里历 格里历呢 就而且呢 日期都一样 一月一号定为元旦 这一天呢 和中华民国建国 中华民国也就是中国 这个称谓的来源 开始当时啊 孙中山还有革命领导人 基本都是日本的留学生 所以他们完全学习日本 采用了西方格里历 虽然一月一号定为元旦 但是呢 把一月 把一九一二年定为元年 也就是民国政府的元年 一月一号呢 定为元旦 民国政府啊 当时学习西方 学习日本 比较激进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也引起了很大的民间反弹 前面那个我们说过 这个年和税 在华夏的传统中呢 是不在一起的 年呢 元旦 是皇家过 税 税节 是民间的自己过 当时民国政府啊 学习西方 学习日本 就硬性规定 一月一号 就是公立的 格里历的一月一号 为元旦 这就可以了 但他又规定 同时也为税守 也就是在华夏历史上的第一次 格里历 杨历的一月一号 也是税守 过了元旦 就要过一岁 所以这也是第一次 过年和过税 在华夏 第一次在一起 现在啊 觉得无所谓 但是退回到一百多年 可以想想 当时在民间反弹很大 很不习惯 反弹很大 这个把税和年放到一起过呢 民间反弹很大 这也为后来的立法乱象 元旦和春节这个乱象 埋下了伏笔 让这个袁世凯有机可乘 税和年 我们以前略微讨论过 几千年在华夏呢 都是一直分着过的 过税 税是老百姓的 税节是老百姓的 年过年是政府的 是皇家的 现在呢 把年和税守连在一起 老百姓非常的不习惯 这也为后来的立法乱象 元旦和春节之争 元旦 元世凯找到了可乘资机 打下了基础 也正是因为 税和年这个乱象啊 民间就开始了 有周税和虚税这一说法 周税和虚税这一说法呢 就是在一百年前民国成立之后才开始的 老百姓呢 怎么能够怎么能够把这个年和税放在一起过呢 就把过一月一号过税呢 变成了周税 而农历年那个税呢 就变成了虚税 在民国刚开始建国的时候啊 完全学习西方 学习日本 当然很多习惯于西方和日本这些文化的呢 觉得无所谓很正常啊 西方人几千年都这么干的 但是一百年前华夏呢 还很不习惯 华夏的传统呢 跟这些完全不一样 突然间开始了所谓的礼拜天 星期天 这些呢 都是基督教宗教的教法 星期啊 礼拜天啊 再加上圣诞节 这些宗教 基督教的宗教元素 让老百姓 然后好了说呢 是很困惑 然后坏了说呢 就是让老百姓很反感 不习惯 反弹极让 在开始啊 是不敢说呀 因为民国刚建国 很厉害 没想到呢 对于这些 对于这些 民国政府 颁布的这些 西方或者是日本 这样的立法呢 反感最大的呢 竟然是 民国政府 自己的总统 袁世凯 一方面呢 袁世凯呢 并没有留学过日本 而且呢 袁世凯呢 当过朝鲜的总督 跟日本人呢 有一些过节 很不愉快 从骨子里呢 他有反日的情节 当然最根本的原因呢 是袁世凯 当上民国总统之后呢 他 尤其是他的下属 就认为 既然当了总统 那么 离皇帝 中国华夏呀 可以想象 当时刚刚清朝结束 所以对皇帝 对下跪 还是很习惯的 就认为呀 袁世凯 也可以 登基 当皇帝嘛 袁世凯自己 也有自己的梦想 所以呢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袁世凯呢 他刻意的 刻意的 要改这个立法 改这个元旦 袁世凯就利用了百姓的怀旧情怀 为他搞复辟 称帝 打基础 当然啊 袁世凯在还没有称帝前 不能说我要搞一部 我自己的立法 要推翻他自己是总统的 民国立法 袁世凯呢 是绕着弯子走 他说呀 他要恢复清朝的立法 是为了满足民间 对于 格里利 也就是当时功力的不满 他把清朝的元旦呢 给他变一个称呼 说成是春节 这样 而且呢 还把春节和元旦一样 是法定的假日 从袁世凯开始呢 民国呢 就有了两个元旦 两个元旦都过节 一个是自己 民国自己 杨历公历的元旦 1月1号 还有一个呢 就是清朝的元旦 袁世凯呢 叫做春节 这样就开始了立法乱象 袁世凯呀 改了这些立法之后 就称帝 很遗憾呢 袁世凯称帝之后呢 还没来得及 颁发自己的日历 颁发自己的元旦 他就去世了 他去世之后 却留下了元旦 与春节之争 当然呢 他去世之后啊 国民党 开始牢牢的控制了 中华民国 国民党当然是要 当然呢 是要过这个 格里历 也就是功利的元旦 但是后来呢 却由于军阀混战 日本人的入侵 把中国的立法呀 完全搞乱了 而且民众呢 一方面厌倦西施立法和日本的立法 反倒呢 当日本入侵之后 军阀混战 这个清朝的元旦 在袁世凯之后呢 叫春节 开始在民间流行 受到了欢迎 作为一种 对抗 对现实不满 对抗国民党政府的 一个间接的方法 就是当时的过春节 成为 对抗国民党的一个间接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 推翻了中华民国 也就是 一个中国 推翻了另一个中国 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呢 政府呢 是紧跟苏联 也就是现在的俄罗斯 自然呢 采用了西方的格里利 元年呢 和民国不一样 民国的元年呢 是1912年 新中国呢 是把元年呢 定为耶稣元年 也就是耶稣诞生的第一年 是元年 这个呢 跟罗马天主教呢 完全一样 今年我们庆祝2023年 也是耶稣 2023年 同时规定呢 1月1号是元旦 是岁 过元旦就过一岁 而春节 因历 也就是 清朝的元旦 仍然定为春节 袁世凯定的春节 在新中国仍然是春节 春节呢 却为年 这呀和古华夏的文化呢 是完全搞反了 也是呢 在华夏历史上 第一次把元旦和年分开 正因如此啊 元旦呢 以后很少被提及 很少有人提到元旦 元旦呢 也渐渐的呢 被冷淡冷漠 新中国呢 还是庆祝了一次元旦 那是在公元2000年的元旦 也就是耶稣2000年元旦纪念日 可以看出来呀 新中国这个很西化 北京政府还专门庆祝耶稣 这个千禧年2000年 建造了一个中华式祭坛 举行了盛大的元旦庆祝活动 这可以说是在新中国建国以来 第一次如此重大的 庆祝元旦 不幸的是啊 这次搞完以后呢 元旦又被冷落 被忽略 这个元旦这个节日啊 很无奈啊 在华夏的过去呢 古时候呢 是老百姓不过元旦 也不让过 那么现在呢 也就是在新中国呢 是政府也不庆祝元旦 比较无奈啊 所以可以说啊 这个元旦呢 这个作为一个节日 一直是很冷落 很孤独 这也反映出华夏 这个在立法日历上这个乱象 也希望啊 能够早日改变这个状态 最后呢 要说一下 谢谢朋友们观看收听 如果有问题呢 欢迎在留言区留言讨论 如喜欢呢 如喜欢这个视频 请点击右下角的订阅 以使我们能够继续制作 相关题目的视频 谢谢观看收听 再见 请不吝点赞